第215集 晋武帝上午上朝,并没有看到奏折 金兆福尹自从昨天接到广陵王的报案,一夜未睡 广陵王送来的人证物证确凿,一切都指向了于世 今天一早,已经传唤于家 现在广陵王已经到场,就等着于家来人了 金兆福尹,欧阳墨,当年曾经受过广陵王的恩惠 也不是于家那一派的,平时围观严谨 所以才被皇帝委以重任,管理金城事务 金城里就不缺世家勋贵 如何处理好这些人关系,让欧阳墨差点拽断了他的美然 现在一边是广陵王,一边是于家 还有一边则是皇帝,哪一个都不能得罪 好在身后皇帝坐靠山,他能够挺直腰板 审理广陵王府的报案 这么大的事情,广陵王去宫中请太医 金武帝知道,还严令他谨慎处理 昨天金武帝还把他叫过去,问明情况 金武帝的态度模棱两可 又愁坏了欧阳墨,一夜未睡 但欧阳墨精神亢奋 不是他不困,而是他睡不着 得罪于家,以后官路定然受阻 得罪广陵王,不免有背信弃义之嫌 摸不透皇帝的意思,揣摩错圣意 那更是死路一条 真是祖宗不开眼啊 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当上了金城府尹这个位置 既然不知道如何做,那就是用托字绝 找到摸进这三方的底线,再做行事 欧阳墨心里不止一次吐槽季王妃于世 你一个老女人,安安分分享受荣华富贵就好 偏偏不安分,非要弄死祭孙子 广陵王难得有后辈,而且那杜萱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以后的广陵王世子广陵王 如此重要人出意外,广陵府这次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若是广陵王只想对付季王妃于世,直接下药弄死他 神不知鬼不觉 可现在广陵王一反常态,心施动众 不光上座皇帝,而且还要状告于家 很明显,广陵王这事要跟于家撕破脸啊 于老太爷听到金城府尹的传唤,满脸不可置信 他万万没有想到,杜萱居然把于家和于世告上了公堂 跟广陵王撕破脸,于老太爷并不惊讶 这是早晚的事情,反正他们于家对广陵王的兵权染指不上 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广陵王居然状告于世以及于家 若是被广陵王胜诉,以后于家在金城还有何脸面立足 于老夫人只听到支言片语 更是恼羞成怒,直接晕了过去 于老太爷只是让下人去请大夫 自己则是换上衣服,带着随从和侍卫 前往金城公堂 于老太爷不想去,但不得不去 他担心儿子于世南不是广陵王的对手 到时候掉进广陵王挖的坑,于家就要丢脸了 急冲冲来到公堂 在公堂门口遇到了同样从广陵王府那边 赶过来的于世南夫妇 夫妻二人扶着于老太爷上了公堂 于老太爷进来,广陵王只是斜着眼睛 看了于老太爷一眼,不屑一顾 于老太爷心里上火,但毕竟神老成精 并没有被刺激地乱了方寸 道 一早接到金兆大人的传唤,不知有何事 欧阳墨让衙役搬了一把椅子 上年是已高的于老太爷坐下 道 于大人请坐 下官接到广陵王状告于世伙同于家 独害杜家四孙 因继王妃于世,事情败落 承受不住,身体不适,精神失常 行动不便,不能来此 故而才请于老大人来此 胡闹,一派胡言 于世南大怒 无凭无据,凭什么是我妹妹 独害杜家四孙 再者,我妹妹身体康健 为何突然身体不适,心动不便 谨慎失常 今日,我要状告广陵王 转禁正妻 宠,虐待正房之罪 于世南刚想说宠妾灭妻的 可想到广陵王杜孝没有妾室 跟乱糟糟的后院 根本就没有这一个罪名 只得临时改口 啪 欧阳墨见于世南大呼小叫 若是这样下去 今天什么都说不了 还会弄得一团乱 这件事情他已经掺和进去了 躲不了也不能躲 那就尽量掌握主动权 给自己留条后路 现在是广陵王状告于世 以于家下人 毒害杜家四孙之事 至于于大人 状告广陵王软禁发妻 虐待正房之事 是另一案件 稍后受理,审理 欧阳墨道 这是广陵王呈上来的证据 还请于老大人 于大人过目 欧阳墨昨天已经整理好了 广陵王送来的证词 厚厚一答 直接送到于老太爷和于大人面前 于大人拿起来一看 上面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人物 如何毒害杜轩 以及于家 在广陵王府埋下的钉子供词 全部都在这里 一排胡言乱语 于老太爷大怒 一把推掉面前的供词 甚至撕掉了其中几张 广陵王看着面前人的举动 吃笑道 哼 反正还有辈分 全部撕了 也不能毁掉 你们于家和于世的险恶用心 广陵王的话 掷地有声 大堂上的人 纷纷把眼神 落在于老太爷和于世男身上 怪不得广陵王如此大怒 于家和于世 用心嫌恶啊 于老太爷面色铁青 他有很多年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难堪 眼前的广陵王 让他想到了当年 面对老广陵王时 那种无地自容 尴尬至极的感受 广陵王真是好笑 谁不知道你的手段了 屈打成招 既然闹到公堂之上 那就让他们上堂 让欧阳大人秉公处理 于老太爷 阴沉说道 那些钉子 总有一些和于府有牵扯的 只要有一个人反口 那么这些证词 可信度就降低了 他才能有机会翻盘 这样的手段 大家都会用 广陵王自然不给于老太爷机会 那些人全部被他折磨得不敢反口 就算上堂也不怕 那就让欧阳大人秉公处理吧 广陵王轻声道 看向欧阳末 证据确凿 还有证人在 若是欧阳末不知道如何做 他会教欧阳末怎么审理案件 传人证 物证 欧阳末见广陵王如此说 便对身边的牙医说道 随着牙医的喊声 一共十几个人穿着球服 一个接一个进来 跪在地上 于老太爷不认识这些人 但有几个大徐士认识 看到这些人 大徐士的脸上露出几分惊慌 啪 欧阳末一拍金堂木 大声问道 罪犯小花 你是何人 所犯何罪 小花这两日 备受折磨 早就不见往日的体面 蓬头盖面 嘴唇干裂 听到金堂木 身体哆嗦一声 道 灵女小花 是广灵王世子妃 杨氏身边的天生侍女 被季王妃于是收买 日里通过小青 给奴婢一些钱财和小玩意儿 直到奴婢姻一度郡少爷 便跟奴婢许诺 让我把宣少爷 带到金思园那边 事成之后 就许诺奴婢 让奴婢做郡少爷的妾室 奴婢以为季王妃 不会害宣少爷 就把人带去 宣少爷一到金思园 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狗 就抱起来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就晕了过去 嘴唇发紫 面色发黑 宣少爷中毒了 那条狗是谁带过去的 欧阳墨问道 关键物证是小狗 是小青 小花默然回答 奴婢真不知道 小狗身上有毒 也没想着害死宣少爷 都是小青 是小青骗了奴婢 奴婢才落了这样的下场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小花说的是实话 她真的不知道 那上面有毒 也不是真的想害死宣少爷 那小青明明跟她说 小狗身上 只有让人过敏虚弱的药 顶多受一些苦头 并不是害死人 欧阳墨竟和供词上面一样 按手道 你所说的和供词一致 先到一边 待会儿本官自有定夺 罪犯小青何在 是何人 欧阳墨大声问道 早是下面的 十几个下跪的罪犯 大人饶命 小青匍匐跪地 奴婢是既王妃于世身边 于嬷嬷的干女儿 那小狗 却是奴婢抱过去的 但于嬷嬷说了 那狗身上 只有让人身上起疙瘩的药粉 十天半个月就过好了 根本就不会要人命 奴婢真的不知道 那狗身上有剧毒啊 欧阳墨再次看了供词 和小青说的一致 道 你说的和供词一致 只承认狗是你抱过去的 之后 欧阳墨又问到云嬷嬷 这一次 于老太爷认出云嬷嬷了 这是发妻给女儿选的陪嫁 这云嬷嬷的女儿 女婿都在府里做事 想到这儿 于老太爷冷声道 我女儿王妃的位子 做得好好的 为何要害杜萱 定是有人指使他们这么做的 于老太爷 于世南 大徐世的眼神 都定在云嬷嬷身上 希望刚才的话 可以警醒云嬷嬷嬷嬷嬷嬷嬷搜索几下 不敢抬头 趴在地上 鼓起勇气说道 回大人 罪犯云时 是寄王妃 于世身边的心腹嬷嬷嬷嬷敬 王妃 是王妃 让我下的 奴婢也不知道是锯毒 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只让我 把药弄在 小狗身上 告诉小青 说这 过敏的药 并不是要人命的 小青猛地抬头 瞪着云摸摸的 你这个老前婆 我那么孝顺你 你居然害我 你这个老前婆 不得好死 啪啪 欧阳墨再次拍了几下金藏幕 大声道 罪犯羞得喧哗 小青吓得不敢多嘴 虽然他也经手了 但毕竟不知情 或许不用处死 不过万一在堂上喧哗 最佳一等 后悔不及啊 只是云摸摸的话音刚落 于老太爷身子一软 抵在椅背上 指着云摸摸骂道 王妃根本就不会让你这么做 说 是谁指使你的 是不是广陵王 云摸摸趴在地上 道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都是王妃防奴婢下毒的 啪啪啪 欧阳墨转头看向于老太爷 于大人 还请您照顾好于老大人 您知道 这是公堂 可不能公然威胁证人啊 于是难以听这话 一口老血 憋在胸口 于老太爷 见所有人证和物证 全部指向季王妃于世 事情不妙 想了一会儿 道 这些都是广陵王那边带过来的人 或许偏颇 老夫请求大人 让王妃上堂 欧阳墨为难 道 季王妃怒火攻心 不良语行 若是让人抬过来 有失体统 广陵王渡笑 白白手道 既然于老太爷要求 本王就让你心服口服 别为了袒护你那毒妇女儿 就污蔑本王做假证 带于是上来 于是被抬上来 神情激动 看到地下跪下的那些人 顿时大骂 你们这帮人陷害我 本王妃是金白的 都是你们冤枉我 之前于是是不能讲话的 但广陵王让人给于是赐血尾 可以让于是出口讲话半个月 有了这半个月 什么事情都结束了 啪啪 欧阳墨最是厌烦 有人在宫堂上喧哗 于是 你说你是冤枉 那本官问你 你可有给云氏一包药 一只狗 让云氏把药下在这只狗身上 一只被打死的小狗 被放在一个托盘上 继王妃于是 看到那只被打死的 灰白相接小狗 顿时吓了色缩一下 指着云嬷嬷 道 我从来就没有给你小狗喝毒药 你 你这个被主的奴才 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季王妃于是 还想继续威胁云嬷嬷嬷 让她赶紧翻拱 她也好趁此翻身 可云嬷嬷等人 就像被吓了将头一样 根本听不进威胁 云嬷嬷嬷 见季王妃于是如此 不敢抬头 但想到之前 广陵王的许诺 印着头皮道 王妃 奴婢命贱 死不足惜 该认的罪 老奴认罪 可不该认的罪 老奴是不会认的 那小狗 是你给我的 已经没法证明 可那药粉 的确是你给老奴的 欧阳墨 看向季王妃于是 道 王妃 您真的没见过 这只小狗 季王妃于是 连忙摇头道 从没有见过 反正他死不承认 别人还能硬让他认 于老太爷听到这儿 也猜到了女儿 采取绝不认罪的态度 上前说道 我女儿 根本就没有见过 这只小狗 又怎么会在这条狗身上 下毒陷害杜萱呢 都是这个吃里爬外的罪奴 居然陷害主子 还请大人 查出背后指使之人 还我们于家 一个公道 此时此刻 最适合 道打一耙 欧阳墨见状 有心想要今天 就到此为止 拖到明天再说 他也好有空 去宫里 跟陛下汇报啊 就在这时 广陵王懒洋洋道 人家招认了 你们偏说 人家诬赖你 于是说 他没见过这小狗 云摸摸说 这小狗是于是给他的 现在小狗死了 即使是活着 也不能说话 不过在场 有个人 对这只小狗很熟悉 广陵王说完这话 眼神盯着 大徐氏 大徐氏被广陵王的眼神 吓得乱了方寸 连忙后退两步 白手道 不是我 不是我 我从来没送小狗给王妃 大徐氏的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眼神 都落在大徐氏身上 继王妃于是暗骂 这个蠢货 神家还没说呢 他倒先承认了 早知道 绝对不用大徐氏这个法子 现在 不光被人抓了现行 连心腹之人 都供出他了 继王妃于是 比谁都后悔 做了这件事情 其实只不过 是杜萱的一句气话 让他受不了 那日 杜萱在花园里玩 撞在了 正在赏花的 继王妃于是身上 原本继王妃于是 不喜欢 这些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但因为父亲交代 他不能擅自 伤害广陵王府的人 所以他即使很厌烦这些人 但也没有动手 杜萱被撞倒在地上 自然有丫鬟扶起来 可就在他转身离开 眼不见 心不凡的时候 这个杜萱 居然躲在他的背后 做鬼脸 嘴里还叫嚣着 老巫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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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王妃于是 猛地转身 两眼瞪着杜萱 这王府里 一个没断奶的孩子 都能在背后骂他 于是心里气不过 就想着杜萱 一个教训 杜萱却对着他做鬼脸 嘻嘻哈哈 跑走了 少巫婆 少巫婆 季王妃于是 气得捏碎了帕子 折断了指甲 这个臭小子 既然你爹娘不管你 那我就替你爹娘 管管你 正好季王妃于是 知道杜萱 喜欢小狗 那就让人 在狗身上 下点能够让人过敏 身体虚弱的药粉就好 他给云摸摸的 也的确是这种药 根本死不了人 杜萱中毒的惨像 季王妃于是 也看过 绝对不是他下的毒 欧阳墨 听到大徐士的话 一拍金堂目道 徐夫人 你是否认识 这只小狗 不认识 根本就不认识 大徐士反驳道 若是认下了 他就成为 瑜伽的罪人了 把人带上来吧 广陵王对横八说道 不承认识吧 后面 还有证人 横八带着一个 大约四十多岁的 有黑 瘦削男子 走了进来 看到来人 大徐士 头皮发麻 这邓三 怎么被广陵王找出来了 来者何人 欧阳墨问道 男子跪在地上 磕头道 小人 邓三 是瑜伽 在金植庄子上的养狗人 欧阳墨一愣 问道 邓三 你是瑜伽人 邓三 点头道 小人是三年前 卖到瑜伽的 负责养狗 大徐士怒斥道 既然是我瑜伽人 怎么会落到 广陵王的手里 你也是一个 吃里扒外的人 先把脏水 往广陵王身上泼 登记王妃渔士的方法一样 转移众人的注意力